2024年9月14日星期六 欢迎收看光明新闻通 适逢学校假期还有马来西亚日 以及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诞成的廉价 大批国人就涌到泰国去旅游 黑木山以及太子城这两个马太边境的关卡 又出现大牌车龙以及人龙的情况 位于击打丢人不容的太子城移民 关税检疫以及安全中心的主任 沙法利纳就说 该关卡路段今早是出现了约800米长的车龙 那么今早通过太子城关卡出境的人流量 是比平常增加了40% 那么从昨天开始就不少人通关 准备到泰国和爱百大年以及送卡旅游 那么另外从星期四开始 黑木山的关卡已经连续好几天出现 大量交通工具以及人潮要出境到泰国去 那么轿车以及旅行巴士的车龙呢 是长达好几公里的 那么击打移民局主任摩哈默李子弯就说 从9月12号也就是刚过去的星期四到今天 也有超过3754人从黑木山关卡出境到泰国 他就指出每逢学校假期以及公共假期 很多国人都喜欢到泰国和爱去旅游 认为当地的美食以及商品物廉价美 他就说为了缓解关卡阻塞的情况 那么当局在这期间已经在泰国城 以及黑木山这两个关卡增加了柜台人手 以加速办理出境手续 换个焦点 一名37岁的女子被假冒成 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的官员 以及警官的诈骗分子 骗走了超过35万令吉 那么医保警区主任阿邦塞纳 发文告指出 那么8月12号中5月12点30分 单名女子就在工作地点 接到了一通来自未知号码的来电 那么对方就声称 自己是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的官员 并指女子的电话号码 因为涉嫌非法投资以及滥发信息 已经被投诉了多达44次 那么接下来呢 该通电话就被转接给另一名 冒充成警官的人士了 那么对方就要求女子提供 详细的银行户头资料 并建议女子通过银行贷款 来解决这些刑事案件 那么到了9月11号 女子呢 在检查其银行户头时 就发现有多笔转账 以及现金提款 总额是达到35万一百令吉的 她随即就报了警 那么警方目前是援引刑事法典第420 也就是欺骗条文展开调查 那么警方也提醒民众 不要轻易的相信来自不明身份者来电的指控 同时不要惊慌 民众呢在接到类似的电话时 应该及时向警方或是相关政府机构核实 避免成为诈骗的受害者 接着我们就把镜头转向政坛 宾州首席部长兼宾州行动党现任主席曹关友 那么早前呢 就已经宣布不参与来09月22号举行的 宾州行动党党选 那么槟城新会会馆的主席拿渡梁景辉 昨晚在该会馆的中修网会上就说 曹关友突然宣布不完了 令人感到非常的惋惜 那么曹关友接着自食时 就以香港歌手许冠杰的经典乐语歌曲 《追耿油喉丸》来概述他迄今38年的从政历程 巧妙地回应了梁景辉 那么曹关友也强调自己一路来问心无愧 虽然称不上有什么显赫的攻击 但都是尽心尽力地在履行职责 那么曹关友就说 他从政38年以来 除了其中一届大选没有中选 其他时候都是算是平平稳稳的 多年来都获得选民的支持 先后担任了州议员 行政议员到首席部长 从服务选区的选民到照顾全兵的发展 以及民生 他就指出 如果接下来的宾州州选 与全国大选同步举行 他的首长任期就剩下两年多 而如果不同步举行 其首长任期可能就会有三年多的 他就说 不管其首长任期剩下两年多或是三年多 他都会继续做下去 那么曹关友也强调 他的目标不是为了多做这两三年 最重要的是投入其中 同时照顾好人民的福祉 带领兵州 迈向更先进 更繁荣的未来 那么至于首相安华 则是以不点名的方式来批评前领袖 掌权实子追求累积富贵荣华 等到退休或是被罢免之后 才来不断的指责他人犯错 安华今天在2024年农业园艺 以及农业旅游博览会开幕仪式上 自辞时就说到 他与那些只会咒骂的人不一样 因为那些人在掌权时什么都不做 安华就说 他和农业部长莫沙布属于在生活 以及挑战中奋斗的一代 坚信掌权时必须要有所作为 而不是忙于累积财富 追求奢华以及荣耀 然后等到退休或是被罢免或是失败之后 才不断的指责他人 安华也强调 他欢迎人们对他和政府做出批评 接下来我们就把镜头转向柔佛 柔佛马戈达区的周一席补选提名日就在今天 这场补选是因为来自巫统的远任州议员Sharifar 在上个月病逝而举行的 那么这场补选将会上演的是国阵巫统候选人赛福辛 以及国盟土团党的候选人莫哈莫海森一对一的对决 国阵巫统候选人赛福辛现年40岁 是巫统居伦区青年团的团长 小学就读居伦中英华小 有马来西亚工艺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的文凭 那么自于国盟土团党的候选人莫哈莫海森 则是现年59岁 是一名退休的足球员 也是足球教练 他曾在2022年担任居伦区的市议员 是土团党明吉莫园支部的主席 那么今早的提名中心外的情况 也是相当热闹的 其中为国阵候选人助选的 除了有国阵兼巫统主席阿莫扎西 还有就是柔佛州的州大臣温哈菲兹 巫青团团长阿克马 马华总会长魏家祥 以及行动党的秘书长陆兆福 今天的新闻通就给您播放到这里 感谢收看